禁电室取照争议不对 就连NCC主秘在昨天会上都说 确实有很多的案子 原先NCC要提供 正风市受理建树跟资料给媒体 不料四小时后 法夹弯改口不便揭露了 立委执疑背后又有府院高层在施压 今天主委陈耀祥立院寻达 表示正风市已经把 四件的检举案都移交 法务部联政署去调查 禁电室案内部因党曝光 府院高层疑似守身媒体 护航禁电室 禁电室甚至违反 申设的附带条款符合撤照条件 NCC正风处已经接获五件检举案 其中四件成案移送法务部联政署 除了正风市的检举案 另外还涉及司法案件 施林地检署份案后 开始调阅相关卷证 只是前一天NCC在记者会上 原本答应提供 正风市受理的建树及资料 不料四小时后 法夹弯改口不便揭露 难道又是府院高层的旨意 那到底是有什么不可告的秘密 还是高层有施压下令 不要提供 涉及到当事的 有一些保密的部分 就没有透露 这个NCC跟禁电室扯不完 弄不清楚的烂账 对禁电室如何的处理 当然都是正式考量 NCC的主委陈耀祥 从来就不是独立在作业的 完全是看后面的老板 怎么指示 禁电室争议还没烧完 十月份董事又大规模换人 NCC找大股东到场说明 却全部缺席 立委更质疑 亲旅媒体很多报道严重偏颇 试图影响选举 政论节目一次两小时四小时 全部都在报大篇幅的篇颇 好像只剩台北市 只剩新竹市在选举 而且是针对特定的候选人 主动去了解 我们都会提醒 给予新政治导致说 大家要注意到这 但是有注意到这个状况 有有有 NCC至今没把禁电室 疑似违法的市政送检调 只送正风市查办 对外还不愿多说明 难怪遭各界质疑 记者黄明俊 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